比较重要 像weekday weekday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这一天到底是礼拜起 礼拜起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也是一样找到那个weekday 比如说你今天要知道 这个是礼拜起的话 刚刚我们有用了一个方法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格式里面 直接可以制定一下 然后在这后面加一个瓜糊 比如说你输入一个AA 就是有周期 如果你要星期几的话 再加一个A就好了 星期几 按确定 OK 这边就出现了 那格式的部分 就是可以把它格式 可是问题今天 我如果不是在格式上面 而是我希望 得到大概礼拜几的结果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weekday 比如星期几 插入函数 用那个weekday 这边就叫weekday OK 按确定 那确定回来之后的话 你给它一个什么 日期 假设这个日期 但是它会return给你一个数字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数字 因为我这个本身是有格式化 它会自动帮我跳礼拜五 奇怪 你把它格式化回来 比如说格式化回来 它原来是个数字 那你想说 为什么是五 为什么是礼拜四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设计的是美国那边设计的 所以他们的观念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我们的观念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应该通常是礼拜几 礼拜一吧 对不对 通常 可是 美国那边的观念 它通常会是礼拜天 跟我们观念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它礼拜天 是第一天 所以五的话 应该是礼拜几 礼拜四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 就是让你去设定的 这后面有个return type return type就是说 如果你要改成我们的话 那这边return type 如果使用1 代表那个星期天是1 那如果是假设输入2的话 那星期一 就这边如果输入2的话 那就是比较像我们的观念 四的话就礼拜四了 如果7的话 礼拜四 但是我比较不建议各位 在这边做修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修改之后 最后可能有时候 你反而对的变成错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今天 对没有错 4按确定 那礼拜四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格式化了 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那个日期里面 有一个星期期的按确定 它就因为星期三了 本来应该星期四还对 你怎么会变成星期三 问题就出在这里 2 那怎么办 你还要再把它加1吗 可是加1又不对啊 如果其他 所以哦 所以我不建议啦 你反而怎么样 不要 麻烦 就把这个拿掉 那你就记得 week day 反正 week day的观念是 美国人的观念嘛 星期天是第一天就对了嘛 其他就不要去动它了 这样的话就一劳永逸了 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延伸性的错误啊 我看有些斗点 二 后面的话又要改来改去 麻烦 所以不如的话 你就记得 这个观念是 那个 那个美国或西方的观念 好 那YMD的话 我刚用过了 这个日期的年 你要抓出来 变2005的话 那你插入函数里面 不是有一个year吗 对不对 那你可以year year部分 按确定 然后把给它一个日期 它回来会是什么 一个年而已 那mins的话 就一个月 day的话呢 就是一个日 很重要哦 这些东西只要跟日期有关系的 都会用到 观念正确的话 其实算日期真的没什么 就怕说你观念不正确 你会发现换算 就会到处都有问题 那后面的话 我们还有範例会 教各位 有个好像 那个万年曆 那个範例 也会类似用到这些东西 那再来time的部分 时间的计算 怎么计算 其实时间的计算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把这个串接在一起 因为它有十分秒嘛 然后你可以用时间里面 时间的话用那个time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找到里面有个叫time time按确定 然后十分秒 这个观念跟那个年月日很像 那请问 比如说几秒 假设 36秒之后的时间是怎么赚 这个时候啊 一样啊 很麻烦 你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再用什么time函数 去做计算 那time函数的话 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当然如果前面有那个十分秒已经分开的话 你就直接10分秒 如果36秒的话就加36 这样就有了 OK 那可是如果没有分开来的话 这个那变成啊 你要用指这个的话要 hour minisecond 再把它包一下 它才会取得正确的十分秒 再来加36 那你想说 老师那40秒加36 那超过60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其实它没有那么笨 它会帮你自动进位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怎么样 自动帮你去产生 有没有 50 51 那格式把它改一下 改成跟前面一样 有那个十分秒 所以这边应该格式少了一个小时 那个那个秒部分没有加 所以按确定 秒部分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它加完之后 它超过60 它会自动进位 自动进位 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OK 那观念正确的话呢 反正 一样的道理 反正用time去包就对了 那至于就是说 里面有没有像e day 比如说你给它几秒 哪一个时间加几秒 36秒 它就自动返还 里面是没有的 那可不可以自己置地 可以 用哪一个呢 用刚刚的day add来做就可以了 因为day add我刚刚讲过嘛 day add函数里面 它除了说可以帮你算 那个有没有 这个 day add 它除了可以帮你算 y 这个年 g 周之外 按F1 里面的那个interval 也可以帮你什么 10分秒 所以你可不可以制定 可以制定 怎么制定呢 方法一样 所以你这个我想可以给自己去练习 因为这东西 说难不难 说简单 但也不是那么简单 但就动手做 如果你做出来就你的东西 因为 esale里面有没有快速计算时间的函数 就没有 只有一个time函数 那其他你要更快 只能制定 OK 怎么制定 反正你就套用嘛 这边不是用YY吗 你就把它改成h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日期改成时间 几小时 就出来了 比如说几小时之后 那当然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可以用到 像现在最近不是常常在办那些马拉松比赛 其实如果算全手之间的时间差的话 就会用到啦 不过有些我发现 有些甚至他不会用这些函数的话 很容易算错 而且很麻烦 OK 所以这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云端上有一些那个练习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再来就Network Day 跟Work Day 这两个其实可以算同一组 也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要算什么 算这两个日期 总公时应该是几天 那特别注意 Network Day 4加Work Day 两个差别是这个回来是天 这个回来是哪一天 OK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啦 那你会想说老师那为什么Network Day 会加S Work Day 没有加S 其实我也后来也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这个也加S 那个不加S 这样记不好记啊 所以后来我想一下 因为 为什么加S 因为天数一定是负数 不可能 好像就回来返回 因为会有很多天嘛 几天对不对 负数 所以加S 那Work Day的话呢 为什么没有加S 因为只有那么一天 回来就那么一天 所以后来 其实我也想很久 后来 原来我想应该是这个道理 这样也比较好记 所以Network Day 可是为什么用Net 我也没想 想不通 前面为什么加一个Net Net跟什么 跟什么关系 Net 网路吗 还是说网路 这个我也想不通 反正它的命名 净 就是A-B 剩下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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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剩下的 OK 净天数 净的工作天数 好 那这样子就 那这个天数怎么计算 特别至于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找到那个时间 这边有个Network Day 按确定 那里面的话 一定有个Start Day 那在End Day是哪一天结束 再来关键就是Holiday Holiday指的就是国定假日 其实也不一定叫做国定假日 只要是你们公司休假的天数 你都可以把它列在哪里呢 列在一个范围 比如说这个范围里面 我假如列了一个范围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选起来 它会帮我扣掉 也就是说 这一天到这一天里面 它第一件事会帮你做什么 第一个 扣掉礼拜六礼拜天 好 特别是要礼拜六礼拜天 一定扣掉 第二个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 的放假天数 你可以列出来 它也会帮你扣掉 那这个放假天数 不是一定是国定假日哦 你只要是公司休假日 比如说员工旅游那一天 你也可以把它列进来 但是特别注意哦 国定假日就是Holiday时里面 如果本身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你就不用再列了 为什么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本来就扣掉了 你再列进去也没有意义啦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原则掌握住按确定 你算出来的总工时天数 就会非常精确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经常在算工时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Work Day也是一样 它的观念跟那个差不多啦 所以你只要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找到那个Work Day 没有S 然后哪一天 几天之后 它会先帮你扣掉 礼拜六礼拜天 Holiday也会帮你扣掉 回来的话呢 就会是那一天 就会很精确 理论上我想这一天 应该是 我用过还蛮精确的 因为如果你不用Work Day 或者Network Days 去算这些东西 你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算 那真的非常麻烦 没有别的方法 你要先扣到礼拜六礼拜天 你要先写一个再判断 然后呢 还要再判断扣掉假日的部分 那更麻烦 用VBA来做 是可以办得到 可是要写很多东西 那这个函数 已经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这个我想后面 我们有机会 我好像有范例里面 讲到这部分 好那最后的话呢 就综合练习题 第一个 每个月的第一天都产生了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先把它缩小一点点 我今天希望 底下的向下 向右 一起合成 可以把这一整年的年历 全部产生 那第一步就是先产生 二月到十二月的第一天日期 第二个那要怎么产生 后面日期 就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日期 再加几天 加一天不就好了 因为我讲过嘛 日期就是一个数字嘛 只是格式化而已啦 OK 按打勾 好 那就可以算出 它下一天 往下填满 它会自动怎么样 再去跟上面日期比 加一天 上面日期加一天 所以向下填满 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向右填满 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下面怎么样 应该三月份的不要出现嘛 对不对 应该在上面出现 不要在下面出现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如何 可以不要让三月份的出现 这个时候你要做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 就是如果if 你下面这个储存格 跟上面这个储存格的月份 如果不相等的话 那就给什么 空置串 空置串意思就是不要有东西啦 OK 那反思的话呢 就是输出正确日期 但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这边变空置串 那它在跟它比 你给我的一个不是一个日期 是空的那怎么办 这边会产生错误 那又是第二个问题 如果产生错误的话 那也输出什么 空置串 所以这边比较麻烦的 就是在函数里面 你要做两次的一幅的逻辑判断 一次是月份不相同 一次是如果错误的话 那就是都输出空的 那怎么办 两个逻辑 那你做完之后向下 向右 一起合成 但是 应该懂那个逻辑啦 只是要怎么实做出来 所以做完的结果 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云端 我这边好像都有放 先一二 最后做完就这一串 这一串 我来试试看好了 其实也没有很困难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像这样的逻辑判断 用函数是做得到 怎么样 那用VBA来做我觉得有时候会更理想 而且VBA里面它可以变成一键完成 等一下的话最后我们其实可以做出输入一个日期 自动全部帮我把一年一整年份的年历全部产生 而且格式化 OK 试试看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有做那些排程 日期 其实可以把这个年历的范例修改一下 那就可以 也可以把你的排程也做出来 其实在ESAL里面是也可以做一些排程 类似像那个 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日程的管理 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先试试看 很明显 这就有点 费后来